大家好,我是红鹤 经常看我短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每天都给大家分享新商业大智慧这部教材当中的视频 今天我们就为了响应三农扶贫领域的政策 也受他们的邀请 我们做三农营销的专题 大概能给大家分享20多个专题当中的内容 我们依次来对三农营销 如何做好三农自媒体这件事 给大家进行一个专题的分享 那么第一个分享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三农人 特别是三农自媒体的人 很努力,也很付出 但是缺少布局,缺少规划 所以你的收获就很少 那么这个布局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比如说说你们的名字 现在我们所有所有做三农的人 就在这个名字上就有失先机 你们看一看,为了证明你们是三农的人 前面都加上某某三农男,某某三农女 或者说某某三农之父,某某三农 你看,其实大家错误了 我们做三农自媒体并不是我们的名字必须要带三农 这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你比如说红鹤说创业 但是我在说创业的时候我也可以说三农 红鹤说是我的名 那你们看看你们的名字 所以我们在第一件事情上就要在我们三农自媒体的名字上 做一个特别好的思考 很多人一想名字想了一天 然后就定下来了 结果每天都在付出 那你想过没有 这个名字还最重要的呢 我们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们就有名字了吧 我姓孙 然后名字是红鹤 叫孙红鹤 我哇哇落地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这个名字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做三农自媒体和我们做创业 做这个经营店面做产品是一个道理的 名字是你的先天之本 名字是你的成功之手 你们在名字上失去了先机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如果你名字不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朗朗上口 你看你们的名字朗朗上口吗 说农村谁谁谁的张小二 农村创业致富带通人王小四 你这个不行啊 是不是啊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名字要简单 尽量大家的名字要控制在什么呢 三到五个字内 三个字是最好的 五个字呢 可能有一个词 加上一个功能的一个指向 你比如说红鹤说 这是三个字吧 加上红鹤说创业 之下更具象了 是这样的 还有呢 是什么呢 是联想 你具有某一方面 某一个领域的联想 那这个联想呢 并不是说啊 我带了三农啊 带了农村创业 我就是做三农自媒体的 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啊 我们再说一个案例啊 说呢 有一家公司叫什么 叫彩虹什么什么国具啊 他就想做一个善儿教育 那么我们起了个名叫做 嫖虫说啊 七色嫖虫嘛 七彩的阳光啊 然后嫖虫说英语 嫖虫说这个外外语啊 嫖虫说数学啊 嫖虫老师 然后红为什么 红黄蓝 然后红斑蓝斑和黄斑 然后嫖虫说那个形象 哎 对 最后一点叫什么呢 叫做你名字的那种形象 便于穿播 你想不想 我们现在啊 形象那个头像 有的是自己的名吧 那你自己的名 能够突出起来 你的个人的人格魅力呢 你个人的影响力呢 你个人的定位呢 你的人群的指向呢 很难凸现 有的人更可笑的事情是什么呢 用一个农村三农的一个场景 做你的头像 这个不具有什么排他性 也不具有专属性 所以就不会有品牌热效应 你看 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名字的布局 你们都没有布局好 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 哎呀 我都拍了一百多条了 那为啥平台不推荐我呢 平台推荐我了啊 但是呢 我的阅读量为什么那么低呢 我的阅读量也高啊 我的平台呢 也推荐我 但是为什么粉丝呢 不关注我呢 三者指标都好了 推荐也好 阅读量也好 粉丝也关注你 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卖货呢 转化率就低呢 是因为你没有人格化魅力 没有品牌魅力 对吧 所以你拍着拍着 你每天都在付出 待会你心里就是呢 心灰意冷 因为你每一天的付出 都付出你的时间精力 最重要的是你的兴气 精气神嘛 你的希望 然后你的收获越少 因为平台给你的分成少 那是很少很少的嘛 只占了10%不到 最重要的事情 你得卖三农的产品吧 卖你家的产品 卖你们村子的产品吧 那么在卖的过程当中 营销的过程当中 你又没有方法 所以你们的三农 就会沦为什么呢 乌合之中 我们在下一节的话呢 再给大家讲 三农自媒体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三农内容的创造 内容形式的创造 以及人格化的塑造 我们的三农 一定要什么 在形式上进行创新 你看看现在三农 变成什么呢 变成三农钓鱼 三农做鱼 三农美食 三农创业 唱歌 这不对的呀 如果三农跟娱乐 美食融合在一起了 那你说美食是啥 娱乐是啥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如何来规划 2018年12月份 我们能不能把它做得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啊 给大家分享的 三农营销专题当中的 第一个关键点 叫做什么呢 三农营销要想收获 布局是关键 我每天呢 都会给大家分享呢 就是新商业大智慧的教材 今天呢 给大家录制三农的专题呢 也是呢 想要这组织的这个号召吧 声援一下大家 说现在的话呢 很多很多做三农的 就缺少一个讲三农营销的 那么的话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呢 能够喜欢 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 我们一起把这个板块 把这个领域做好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了 拜拜啊